好 歡迎光臨 南方 你好 歡迎光臨 Stacy 來 拜個年 拜個年 新的一年祝大家 給你鄉 給你鄉 給你虎虎又生風 但是過年回娘家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做 是 其實有幾句忠顧告訴大家 是 沒錯 不說永遠不會錯 好可怕 是 面對她 接受 請坐 謝謝 歡迎光臨 狀況一 來 回家必備交戰守則來了 韓中的 岳父岳母保證服服貼貼 來 什麼方法 來 時代息 來 Stacy 這個當然是這樣 我的家人那時候 見到小梁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結婚的時候 所以他們見她第一次 可以這樣不好玩嗎 對 見她接住 岳母旅居加拿大 對 華僑 那就是回娘家第一次的時候 好刺激 大家就開始有一點 刺激 就會一直把我抓到旁邊去問說 為什麼你們那時候交往 就是小梁都沒有來跟我們打個招呼 你也不講 到底是有什麼事情 這樣子 問到我真的煩了 因為第一個人問了 我還會講 第二個人再問 問到第七 第八個的時候 我說好 你們自己去問小梁 小梁 媽媽也有一點年紀了吧 媽媽 有 當然 她是用唱的 良兄 瘋了 剛好 剛好 沒錯 就是想唱的 阿樂飛 不能被問到煩了 對 對 這個小梁 完全知道怎麼樣應付我這一票的 親戚 完全就是答非所問 比如說我媽問她 她就說 媽 妳怎麼頭髮這麼多 大部分到這個年紀 很少像妳這樣 烏黑貌密 保持得很好 然後那個髮型 適合的 真的是不一樣 對 妳看她那個眼神 我媽就 看她 適合的 還好吧 什麼什麼的 搞得丈母娘花枝亂餐 很高興 然後我發現 因為我媽就忘記她要問什麼 就很開心 然後就走了 然後接著姑婆來了 比如說二姑婆來了 她又來了 妳是 二姑婆嗎 就是那個二姑婆嗎 我真的以為是 我真的以為是 我認錯了 好帥 這支手 保持就對了 沒有那個心 也要有那個嘴 對 點點 對 一定要的 我好像出場 差在亂轉 二姑婆又忘記自己來 到底要問什麼 又很開心 對 又走了 完全看到一齣 睜眼說瞎話 對 所以我覺得這招真的很有用 過年現在初二 就跟大家分享 她在藝能界裡面 最有名的 也就是睜眼說 對 這是她的工作 對不對 她還靠這工作是養家活工 是 來小良的女回家 裝風賣傻對不對 而且第一次跟岳母見面的時候 那時候想說 第一次跟岳母見面 岳母他們都很期待 因為多多少在電視上 有看過這個人 覺得這個人在電視上 都嘻嘻哈哈的 那應該來這邊 氣氛會搞得很和樂 對不對 我第一次見岳母 我自己壓力也很大 因為說實在 大家真的不知道 我私底下的個性也是 是 真的 對不對 她人群當中 反而有一種 她有一種 恐懼症 怎麼樣 對 恐懼 因為她本身一直以為 自己是個巨星 對 沒有啦 她以為她自己是 孔流 真的 搞錯 所以說 就去了以後 就真的是在吃飯 那吃吃吃的 那個岳母就覺得說 奇怪 她今天怎麼了 就沒有講話 氣氛就怪了 是不是心情不好 還是怎麼樣 然後她就 肩膀弄弄我 說這個怎麼樣 妳以為妳真的是來吃飯的 我說對 不是請我來吃飯嗎 對 然後說 妳也講講話這樣 我要講什麼 我就開始攻擊 每一位女性的家屬了 就開始說 媽媽 妳這套在哪裡買的 又開始了 真的是 妳穿得跟林青霞一樣 什麼就開始了 妳知道嗎 對不對 妳旁邊應該坐的是 搞不好 還會很開心 好笑 所以嘴巴要漂亮 最威 嘴巴要厲害 蛇顫蓮花 對不對 常說好話 多做好事 對 瑪莉歐 這是妳做不到的事 放框2 來 大秀使給我看過來 踏進娘家 最不想看到的 就是妳 真的 妳不也會遇到這種嗎 對不對 回去 家人就是人了 妳總要錄到 因為妳知道 我們家現在有個 快點 拜託 回去那個焦點 大家那些什麼 尤其那些小表面 眼神這樣子 還有那些阿姨 姑婆她們 我都感覺得出來 後面有一些稀稀疏疏 就是在看到 今天穿怎麼樣 本人好像比較更胖一點 之類的 這一些 那最可怕的時候是什麼呢 人家講講別人壞話 就是要趁她不在的時候 比如說她突然之間 帶小寶出去放風騎個腳踏車 我坐在那邊 就像這個 考問大會一樣 就說 這個現在小梁出去了 我問妳一下 她是不是真的那麼口 那妳這樣子跟她在一起 妳媽都不擔心的嗎 對 或是說 她是不是真的像電視上講的 不讓妳開冷氣 也不讓妳開電視 對 然後又沒有熱水可以喝 但是還好 我這個媽真的是被她給迷倒了 我媽這時候就獨排綜藝 她就直接出來說 我告訴妳 我覺得這個女婿 因為我女兒從小用錢 都是大手大腳 所以現在碰到這一個 能夠來幫她管帳 太好了 所以妳們都不用講了 等於繞了一個圈 說她口就對了 對 媽媽真高 小琴就對了 就我媽很挺她 而且每次回娘家的時候 或者是到我們家來吃飯的時候 其實我最擔心的一件事就是 她做的是婚禮顧問 對 很多新人他們其實是下班之後 就是下午5點以後 然後才來這邊諮詢 她可能比如說5點排一對 7點一對 9點一對 越夜越美麗 越夜越熱鬧這樣 可是有的時候你也知道 家族約吃飯 長輩約吃飯 長輩都吃很早 5點半 6點的那一種 就吃了 對 這樣都吃了 那怎麼辦 每次就問說 那個妳要不要帶太太一起來 事情不妙了 因為她不會準時來 她一定都會弄到 7碗 8碗才來 裡面有一個大伯就很計較 一直在問說 怎麼樣 我們都到了 那妳太太呢 我說不好意思 她可能會晚一點來 好 那我們等她 靠 那壓力多大 全桌十幾個人 等她一個 那怎麼可能 妳能不能 告訴我們Stacy永遠遲到的 遲到了 不是 她真的沒辦法準時來 現在有這麼忙 沒有 因為她是越晚 她諮詢的人越多 沒有等大家都下班 對 然後我說沒關係 沒關係 各位叔叔 請上座 沒有關係 我們不用等 邊吃邊等好不好 好不容易 請上座 坐 坐上去以後 服務生來一定會問 第一句話說 可以上菜了嗎 一直在問著 大伯就說 沒有 不要上菜 我們等史黛希來再上菜 好厲害 這個誰受得了 我說馬上就說 沒有 請上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上了一道 兩道了以後 他每一道來都說 留一份給他 他那個位置空的沒有人 但是 就是前面菜堆的跟山一樣 對 上了山道以後 那個大伯就是要服務生進來 後面菜先停一停 你們都上完了 他來吃冷的 怎麼辦 停 我們等他 怎麼會 大伯 這大伯是真心疼愛你 還是在等你 對 不知道會這樣 然後就會逼我說 小良 你打個電話給你看看 看他怎麼樣了 可是這電話我不能打 因為我打 我就是在催他 他在工作 他在忙 對不對 有的時候客人在前面 他要怎麼接 對 後來 好不容易人來了 你知道嗎 不然那一天實在不會太痠 但是為什麼Stacy就不要 就乾脆說沒辦法去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那個大伯會這樣子 一直等 那以後我就會 沒有 他也想熱情參與 可是時間配合 收我語 那妳就說 我沒有辦法來 我們兩人來團天 驚喜 對 應該要講得難度 不要先答應 應該要講得難度 來 狀況三來 還有狀況三來 打牌喝酒 少不了 所以這個時候會翻成狀況 我們來看看 好 來 小良哥有沒有 要分享 他弟弟的小孩 就是小舅子 小舅子的小孩 其實跟我的兒子 其實兩個年紀相反 大概都差一歲左右 那個時候 我們第一次要見面的時候 就很開心 你知道嗎 想說 因為各自 都是彼此家裡面的獨子 太好了 家裡本來就很無聊 有一個小哥哥陪他玩 小弟弟一起玩 這樣很開心 你知道嗎 不對 因為獨子 他們會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們不懂得分享 所以獨享 好了 那一天也是一樣 初見面 我老婆很貼心 知道對方的小孩喜歡蜘蛛人 他就買了一個玩偶 蜘蛛人 有半個人那麼高 那很棒 想說對方一定會很開心 送蜘蛛人 然後跟他的 那算他子子 對 擁抱這樣 我一直看到爆炸 整個爆炸 不行 第一 你禮物只有一隻 是誰玩 兩個就要搶了 對 媽媽還跟人家分享 跟人家分享 抱來抱去這樣子 阿朗說為什麼你抱他 不抱我什麼 就來了 兩個梁子就結上了 以後有我沒有你 有你沒有我 就這樣 這麼易 小朋友 但是小朋友很奇怪 見面可能就吵吵鬧鬧 可是是彼此分開以後 然後又會想念說 為什麼要不要打電話給哥哥 我好想他這樣子 然後一見面 只要禮物沒有買雙份 又打起來 大打出聲 可是很尷尬 你知道嗎 因為就是自己小舊子的小孩 然後每天都鬧得不開心 你知道嗎 本來好好一個過年 對 你看看 過來 看 吃到 突然 吃到 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